觀看這一題 他說在火車車廂內 有一個彈力長處偏著彈簧 掉在上面 掉在天花板的巷 下端C一直亮小M的小球 當火車已交度A 往這邊加速的時候 那麼它會彈簧的生長量 那如果往這邊加速的話 它還有一個等效重力長往這邊 所以彈簧會往這邊 那現在這個物體都要瘦了 原來的重力長是G往這邊 那現在有個等效重力長往這邊 所以它合成重力長的話 在這裡 那這是G 合成重力長就叫G' G'等於跟到 A平衡加上G平衡 所以現在的話 這個彈簧的彈簧要跟 Mg'抵消 你在裡面看的話 它是兩粒平衡 所以它為什麼呢 彈簧的它的生長量 彈簧的生長量T 減掉Mg' 這個等於0 T的話 是等於Kx X生長量 所以就曉得X有多少 K分之M Z反 Z反是這個 跟A平衡加上G平衡 這個就是答案 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他問說 彈簧與簽子切 現在這是彈簧的方向 彈簧的方向 跟簽髓的方向加起度 這系統 這天天系統 是等於A除以Z 天天系統 等於A除以Z 所以我就曉得 這A就是說 Z 是會問A 詞 A,Z是已知,那其他未知 所以當然是這個 他問家解